为了提升行车安全,花莲市新兴路口、明里路以及民国路两个路口 因为不对称动线,导致肇事率高 而花莲市府建设处以及相关单位会刊后 决于开设号制,日前新设三色号制以及预告号制 期盼减少交通事故,也请用路人留意路口的号制,小心行驶 用路人要注意了 美轮山米老鼠前的新兴路口以及明里路和民国路路口 因不对称动线繁杂,导致肇事率极高 花莲市府建设处多次与相关单位会刊后决议开设三色号制 期盼让用路人更安全顺畅通过路口 建设处表示,新兴路口是名壮王反美轮山运动的日常动线 也是美轮与市区上下班通勤的行进路线 不对称路口的车流及人流穿梭,形成易肇事路段 尖峰时段车流量更大,因此特别在新兴路均营旁 及往美轮方向上坡路段设立预告号制 并在面对美老鼠的路口将双向改为单行道 期盼减少交通冲突 另外明里路防汛道路与民国路交汇路口 也常碰到上下班及廉价车流量堵塞情形 同样决议开启三色号制 建设处表示,用路人行进路口时 因减速慢行处以耗制变化 靠右停等红灯 确保车辆进路时能安全汇车 增设三色号制维护行车秩序 人请用路人务必遵守转弯车先里让执行车先行 以及支线道因里让主干道先行的交通规则 以保障彼此安全 记者长邦彦华林氏报导